据环球网周三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话报道称 在皇家海军卫士号驱逐舰进入黑海水域后 俄罗斯军舰向其开火试镜 另外一架苏24M战斗攻炸机 在这艘英国驱逐舰的航行方向上投下了四枚炸弹作为警告 对此额外角谱称 英国卫士号驱逐舰当时进入了菲奥连特角区域水域3000米 在俄罗斯方面进行警告后 不久就离开了俄罗斯水域 这艘驱逐舰被警告 如果它越过俄罗斯联邦边境 俄方就会使用武器 它没有对这一警告做出反应 与此同时 英国驻俄大使馆的武官被俄国防部传唤 那么针对俄罗斯军舰的开火和俄罗斯军舰投掷炸弹 英国方面又做何反应呢 据法新事的最新报道称 英国方面直接否认了这件事 称其船只没有遭到俄方开火警告 英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在推特上回应称 我们认为俄罗斯当时在黑海进行射击演习 该射击并非指向卫士号驱逐舰 我们也不承认有任何炸弹 在卫士号航行路线上被偷瞎 英方补充称 这艘皇家海军舰体是根据国际法在乌克兰领海进行航行的 根据俄媒的报道 当俄军发现了英国的驱逐舰后 是先进行了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无效后才进行了警告型射击 为了强化警告的作用 甚至沿着英国驱逐舰的航向投掷了炸弹一式警告 从这些细节上看 俄罗斯的警告型投射 投掷炸弹警告都是可以确认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三个问题 一 英国军舰到黑海来干嘛 三 为啥俄罗斯反应如此激烈 直接开枪射击警告乃至投下炸弹 三 英国为啥挥莫如声回避 甚至否认被射击警告 为什么还要回答这三个问题 因为魔鬼在细节当中 这三个问题就是细节中的问题 英国军舰为啥来黑海 英国的目的有三 一是跟随美国 之前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交恶 英国军舰就来了 至于说现在美国关系缓和了 那是因为军舰开得慢 早在两个多月前媒体就报道 英国要把军舰开到黑海 只是现在才开到而已 既然要来 英国也不能因为美国关系缓和 到了家门口不逛逛 所以虽然乌克兰危机暂时解除了 英国依然来了 而是介入乌克兰与黑海局势 支持乌克兰 既然美国要介入乌克兰局势 那么英国是必然也要介入的 所以英国军舰来黑海要务扬威一番 也在英国的逻辑当中 过去英国也这么干过 作为日以落帝国 还是想要一点帝国余晖 算是在全球更广泛的范围内刷存在感 英国其实一直都在刷自己的存在感 所以他的海军虽然已经严重没落 但依然会让自己的军舰在全球很多地方 晃晃 耍耍存在感 以证明自己是个二流强国 英国来符合英国的逻辑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开枪呢 其实俄罗斯开枪警告 直头炸弹警告 都符合俄罗斯的形势风格 早在2018年11月份 英国就曾为了彰显对俄罗斯局势的关注 派出了特混舰队 开进黑海 英国本来的目的是要恐吓俄罗斯向俄罗斯施压 结果呢 俄罗斯根本不吃那一套 当头就给英国一爆 当时俄罗斯直接派出17架军机 从地空航线飞越英国军舰上空 行事危急时 一度用基载火控雷达 锁定硬件 那么上一次是骚扰 这一次为啥就直接进行警告性射击了呢 在我们看来 俄罗斯之所以敢向英国进行射击警告 试图再发出三大信号 给北约画红线 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酝酿一直都在 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北约都有这样的冲动 对乌克兰来说 认为自己加入北约 相当于抱了大腿 以后就不怕俄罗斯了 对北约来说 如果乌克兰能加入北约 相当于把北约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 无疑是一个重大胜利 然而对俄罗斯来说 这事绝对不能容忍 如果乌克兰一定要加入北约 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 那就是东乌克兰将会从乌克兰分裂出去 甚至可能效仿克里米亚模式 在宣布独立后加入俄罗斯 另一件事大概率也会发生 如果乌克兰东部真的宣布独立 那么乌克兰政府军很可能会发起战争 然后俄罗斯也会介入 那么乌克兰就可能爆发一场大战 有这样一个语气 俄罗斯在乌克兰和黑海问题上 都是超级敏感 俄罗斯在冷战之后 第一次用开火来表达强硬 这就是在给北约画红线 在告诉美国和盟友 不要惹激了俄罗斯 否则俄罗斯将必须与北约一战 对北约来说 这个警告还是有很强的事情意义的 因为北约如果真的和俄罗斯爆发军事冲突 这事可能就真的大了 东欧的一些国家恐怕要遭殃 二 杀鸡警猴 北约国家中 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 警告英国具有杀鸡警猴的作用 试想 如果俄罗斯连英国都敢开火 还有哪个国家不敢呢 除了美国 其他国家恐怕都得好好电量电量 所以俄罗斯向英国军舰 进行警告性开火 有利于杀鸡警猴 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杀鸡警猴 因为俄美刚刚达成妥协 在双方关系暂时稳定的情况下 俄罗斯警告英国是最安全的状态 英国在被警告后 甚至不敢承认 就是现在整体的大气候 不利于英国表现强硬 尤其是军舰就在黑海 英国强硬之后 俄罗斯再来一下 更狠的怎么办 岂不是更没面子 客观上 俄罗斯对英国军舰 警告性射击 起到了杀鸡警猴的作用 三警告英国 在西欧列强中 每一次对英国表现的很强硬 甚至会威胁俄罗斯的国家 都是英国 法国德国等其他西欧国家 哪怕强硬 在语言态度上 也很少表现的很有侵略性 譬如 前两年 特雷莎没在任时 虽然俄罗斯一事也没同意 但英国这种态度 使得俄英长期不睦的关系 一直没有实质性缓解 这一次 俄罗斯直接警告英国 其实也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这是俄罗斯向英国表达 更强硬态度的一种方式 毕竟这次射击 虽然只是警告性质的 但也意味着 当局势足够紧张时 英国军舰在黑海 是不安全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在英国军舰被警告后 英国方面选择的是 回避俄罗斯的锋芒 这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 至少英国是不敢和俄罗斯单挑的 瞧瞧编故还行 既然一贯喜欢对俄罗斯强硬 那么这一次 为什么就如此疲软呢 英国这次疲软根本原因有二 一 美俄暂时妥协 英国失去了操作空间 前不久拜登与普京的会晤 暂时缓和了美俄 进一步恶化的关系 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美国其实是对俄罗斯让步的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本来就是为支持乌克兰而来 如今半路美国撤了 英国的气焰自然就弱下去了 大哥都让步了 还轮得到你这个小弟来表现 所以客观上说 美国的妥协使得英国 失去了刷存在感表现的空间 没有大哥的支持 英国在黑海没有实力表现 对俄罗斯的强硬 这一点英国还是知道自己的实力的 二 英国军舰事单利孤 不想吃亏 英国军舰到黑海 本来就是刷存在感的 就那一艘军舰 面对俄罗斯的舰队 空中支援等 可谓是不堪一击 当然现在英国和俄罗斯 也没有达到剑拔弩杖的地步 但以俄罗斯的实力 在美俄暂时妥协的情况下 借机羞辱英国 那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只要英国表现的强硬 俄罗斯就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 到那时 丢人的还不是英国自己吗 其实在羞辱英国方面 俄罗斯已经做到了极致 在英国否认了相关事件后 俄罗斯直接公布了相关视频 视频中甚至一度锁定英国军舰 其实考虑到极端情况 如果双方产生误判 这个时候 谁能救英国这艘军舰 所以真的拼到终极手段 吃亏的肯定是英国 大国之间拼的还是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赶紧认搜 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尤其是英国声称 自己不认为那是对自己的警告 认为那是俄罗斯自己的演练 针对俄罗斯的演练 英国军舰没有做出直接反应 当然也符合逻辑 当别人不给台阶下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也是一种智慧 英国做到了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 俄罗斯不给英国下台阶的机会 这再次表明了双方关系非常不好 不过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如何 这是冷战后 俄罗斯第一次对西方发达国家 进行警告性射击 这至少表明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 进一步恶化了 短期内虽然俄美暂时缓和了关系 中长期看 双方的关系依然是趋于紧张的 只不过英国下次再来 咱找个合适的时候 也能又留下自己尴尬 当然美国大哥的脸一会儿一变 谁知道下一秒什么打算呢 当个小弟也不容易